酸民会害死人 但是也会害死酸民自己 大家好 我是Ku Domi Ho 大家好 今天想要介绍给大家事情就是 最近有发现了很多很多事情 有个粉丝寄给我 因为老师你对酸民的看法是怎么样 也有我认识的人 他想要当YouTuber 但是他一直都是没有自信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是他很怕被酸民攻击 那我觉得我也是在做YouTube Facebook做了差不多两年多 而且是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时代的人 来讲的话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是大家多有自己的Facebook 多有自己的Instagram 然后有人是被攻击 不只是演艺圈的人 或者是网红而已 有可能是你的小孩 有可能是你自己 因为我也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攻击是有的 留言去那边去死啊 轮回去日本啊 很多很多悲伤的留言 但是我怎么看这些事情 之后想要当YouTuber的人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人 请你帮我听下去 我这边的想法 关于双民的事情 我觉得要有几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 正义 正义 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有人是去攻击他 例如说一年 然后外遇 或者是讲了很暴力的话 做错了事情 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是过去那边 一直骂 就死 白痴 不应该 怎么样怎么样 一大堆的 暖化在那边 这个事情呢 就是人的脑的 构造也有关系 人就是呢 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 讲起来这些话 然后呢 讲的时候 脑子会出来 多把名 让别人觉得快乐的成分 所以上面呢 那些酸民 讲那些话的时候 觉得酸 因为我这边有正义 这边有正义 Justice 所以呢 讲这些话 然后那个一年 所以去世 这个时候 他的脑子有那种快乐的感觉 有可能是他以为是自己是有正义的 但是那个事情 不是为了世界 是为了自己的快乐的感觉 而做出来的行为 然后做这个行为的人是 伤害别人 然后自己是很开心的那种 心理上有问题的人呢 那些人 因为是让别人受伤 然后觉得很开心 你觉得这个人是健常吗 有言的攻击 比较抽象 那就如果是有人是 直接拿着刀子 然后伤害到别人 然后觉得快乐 我觉得这种人感差不多了 一般般健常的人来讲的话 讲这些话的时候 对方有可能是伤到心 这个事情有可能是 不是事实 误会一场也有可能 但是又马上讲起来这些话 然后攻击别人 伤害别人 然后自己很开心 很平台 对不对 上面是有可能是觉得 自己人做了操心的事情 所以可以攻击 自己人现在很弱 所以可以攻击 我觉得这些 酸民是有一个心理的病 一般健常的人的话 不会做那种事情 会停下来 然后就考虑到对方的心情 或者是想到 あれ 自己人做操心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人做操心的事情 或者是室演 可能是有什么关系 大多么发生的事情 是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前三个人是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 我看来一遍周知 中野暢子さん 人是何故他人を許せないのか 但我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 没什么意义的操心 或者是有些人 做了一些 自己觉得太重的事情 或为什么 会容易的战略 中施 什么的那些话 原来是他们 只有想自己的事情 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 关于酸民 人数来讲的话 是不是很多 因为呢 他们是 门路上的时候 很容易看得见 因为是传心的话 攻击的话 所以非常的容易 在那边有奇怪的人 这样子 大家觉得 这么多奇怪的 很多很多 但是 日本的有一本集是 Net Angel研究 研究的时候 大约2万个人 调查的时候 实际上去攻击 参与的人 只有0.47% 0.47% 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这些算命是 数学来讲的话 完全不自在的人一样 0.47% 但是呢 因为是他们讲的是 一般健常的人 跟比起来的话 非常非常病态的事情 像死啊 杀啊 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 暗话 因为他们有病 所以那些人是 比较容易被注意 所以被认为是很多 事实上是不多 大家也是想一想看看 自己的公司啊 或者是过去的朋友们 学校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健常的人 对不对 这样子不健常的人 是只有这样而已 不用太过度的担心 也不用太过度的在负他们 因为太浪费时间 然后如果是想要当专作者的人 我觉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是自己的舞台 然后站出来 然后讲出来自己的意见 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不要太在负这些 差不多不存在的人 完全不用考虑他们的事情 不理他们 完全不用理 因为他们是不存在的一样 理他干嘛 还是有一点点很在负 很恐怖的话 很好的方法 这是我的朋友的YouTuber 做的事情 那个人直接给他做伙伴 让他直接删除这些 或者是block 其实三条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是不存在的一样 那九九十七三条也是ok啊 所以想要当专作者 或者是有一点点在负 这些人怎么办 有可能是小朋友 有可能是大人的大家 请大家不要担心这些 善病的肌膚不存在的人 而且是 你是做出来东西的人 有人是肯定你 有人是不肯定你 这个是通常的事情 对不对 你们也是选择群 大家都有选择权 喜欢的人留下来 一直看你的频道 然后不想看的人 自然的就离开你的频道 然后呢 那一些留下来 还是讲那些干话的人们 是现在有善病 对不对 有脑子 有选择的那个 手指头 如果是健常的人的话 会离开而已 但是不离开 一直写那些话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是善病 看他们 不是你 看他们的是医院的医生 所以请大家 不要太财富这些人 想要拿起勇气来 想要努力的 或者是 一直被攻击 觉得很恐怖 一定要马上跟别人说 让他们心里很痛苦 这个事情一定要告诉 OK 然后直接 你给当你的手机 然后就请帮我删除这个 也OK 或者是他是谁 你知道的话 直接去警察那边 我跟他们说 就这样子了 一直网络上 恐吓我 或者是暴力的语言 来跟我说什么 你可以去警察局的 那这些说明是怎么样的人 我稍微想了一下 刚刚也已经说了 很病态的人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世界上 很美丽的风景 那个时候 有人是看森林那边 修復很棒 哇 天空这么大 很棒 但这里 让小朋友跑的话 一定是很开心 很多人是这样 好的方面来看 有一些人是只有看到 啊 这里有动物在那边 这里不危险 这里好沾哦 好热乎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导演 这个地方有问题 一直不好的方向看 很多人是蛮好的方向看 有部分的人是蛮不好的方向看 这样一直这样 好可怜的人们 知道吗 因为明明这么多很棒的事情 很棒的人们 很好的内容的东西 那就这些地方看就好 但是他们是只有在 浮这一些不好的方向 逃遍的地方就只有不看就好 他们是不会这样显示 看我一直写一次 好浪费人生的使用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是非常的通勤他们 但是我不会在乎他们 因为在乎的是医院的工作 还有 最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籍 然后呢 小朋友的书籍呢 因为我是本来是想要当老师 然后就小孩的教育的部分呢 我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就去教育训练 然后就跟小朋友们一起 这一段时间呢 有一些小孩是很大声的骂别人 或者是直接打起来 那从小孩我看过 然后呢我跟老师一起讨论 他为什么一直很大声的骂 很大声的哭 打别人 攻击别人的小孩 我问那个老师 为什么是这样子 的时候老师说了 那个小孩的呢 家庭本身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他没办法说救我 给大家关心我 所以他是骂别人 打别人 很伤心的话讲出来 然后让别人注意他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呢 很非常的悲伤 觉得你怎么办 因为我也没办法解决他的家人的事情 但是就自豪 就陪伴他 然后就你喜欢什么 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你最近还玩吗 聊天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好 回到那个酸民的派对 这个酸民也是 我觉得是一样 是因为没有人在乎他们 没有人看他们 世界上没什么影响 没有做好的事情 所以才会讲出来这些伤心的话 然后就攻击别人 然后觉得酸 这样子悲伤的行为 才可以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空虚 所以我觉得 我会同情他们是这一点 因为他们其他地方没办法满意 所以只有找到这个地方 可以讲出来这些话 然后伤别人心 然后自己很开心 这样子擦肩的行为 来让别人注意自己 好可怜喔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呢 这些网络上的不好的留言 现在是没有法律 但是之后一定会发流 或者是处罚 一定会有 有可能是国家的发流 有可能是那个平台的 规定会改变 比如说 讲这些话的人 一辈子没办法用这个平台上的 一定会有 这个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不是 为了嫌疑 那如果是这个平台上 比如说YouTube Google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那那边呢 有可能是继续整理 这些罢练的行为出现 有可能 爸爸妈妈觉得 或者是社会觉得 这个平台是 危险的平台 这一些很奇怪的人 去理来 但是没有 去理他们 好危险的平台喔 不想要让小孩看这一些平台 也不想要参加这一些平台 如果是社会的想法 往这边走的时候 靠这一些事情来吃饭的 很大的公司 觉得怎么样 完蛋了 怎么办 大家不要使用我们的网站了 现在的话还OK 但是已经有几个很恐怖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不止以下 有人是自杀 有人是失业 这一些事情 如果是犯者不管的话 这些平台的人是被政府说 对小孩的安全 或者是对别人的心理上的安全 你们是为什么没有做 保护的行为 有可能是网款是 几百亿几兆 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一些平台做的人们 是什么样的 知道吗 世界上非常大的 最近日本的话 一直讲是GAFA Google YamaSum Facebook Apple 苹果 这四个公司是 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力量的一个公司们 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很大 但是他们是非常年轻的公司 对于网路上的规则 还没有完全做好 但是呢 既然做者断的话 有很多的规则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拍什么 是有黄标的问题 但是呢 这些流言的人们 现在是还没有很多的规则 但是之后一定会有 那一些写暴力的话 也没到达的话呢 大家担心一下 这一些很大的公司 都知道你们的手机是哪一个 都知道你从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地方的这一些原子 你们的身份都知道 他们是还没有做好行动而已 因为这一些事情呢 有言的暴力 让别人心理受伤的人 或者是让别人自杀的人 里面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因为他们是 网路搜寻的平台也有 之后变成怎么样 这一些暴力的话讲的人 是有可能永远不能用这一些平台 有可能是法律的杂念在追求到上面 因为是他们的商品上面 做了这一些危险行为 有可能是讲这一些话的人 是被那一些很大的公司搞 然后就从社会消失 我觉得是不是 未来很有可能有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做的事情太恶劣 像是在日边拿着刀子 跑来跑去的人一样 危险嘛 那就关在里面就好了 今天讲了很多很多话了 但是回到重点 希望做的大家要勇敢 这一些人是小小一点点的人 不要在乎这一些 跟不存在的人一样的人 你的价值是更高的 然后第二个 如果你们是写这一些内容的人的话 你们要担心 或者是有可能你们是 别人是这样子 然后看了这一些人 为了保护创作者 而写留言的人 也有很多知道 你们不要在乎这一些病人 你觉得这个创作者很棒的话 请你多多赞美 你喜欢的那个创作者 你们的支持是 创作人的营养 还有非常大的支持 我也是一样 看了大家的赞美 或者是支持的话 我觉得非常开心 不需要你的时间 发在这一些奇怪的游戏 某个一看 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你也是不开心嘛 不在乎就好 然后请你们 做做支持你喜欢的创作者 留言的话 正面的方向 OK 那就这样子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大家多多订阅 跟我们的YouTube 请按赞和分享 还有Facebook 粉丝端也有Instagram Instagram的话 我的心里的话 或者是这一些呢 怎么样来象征一些事情的 很多很多观念 也是常常播出的 所以请大家多多追踪一下 那大家下个影片见啰 大家加油 拜拜